今天我们来做串丸子 先把洗好的鸡腿肉处理一下 把肉跟骨头分开 准备剁馅 细切 粗剁 把这个鸡皮和肉剁在一起 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现在切点葱 留一点葱青 放在冷水里面 把剩下的给它切碎 和在馅里面 再加一点姜泥 加一大勺酱油 一勺料酒去腥 再加一勺水 一勺油 然后就朝一个方向和 两分钟以后 就和出这种姜状的馅儿就好了 撒点黑胡椒面 把这鸡骨头焯一下水 锅里面加一点点油 把这骨头 把这骨头在油里面稍微煎一下 加上两大片姜 把开水放进去 盖上盖 盖上盖 中大火煮半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来泡点粉丝 半个小时以后 这个汤有点发白了 转小火 手洗干净 穿丸子 大小按照你自己喜欢来决定 等丸子都穿好了 再开大火 把豆腐和粉丝放进去 盖上盖 再煮三分钟 盖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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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